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7天平均值几乎比一周前翻了一番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周五表示 根据南非的经理判断 他认为美国尚未达到奥密克戎疫情的顶峰 他在采访中还指出 新冠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攀升速度要比新增病例要慢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住院人数也在上升 全国各地的医院都挤满了未接种疫苗的患者 这些患者入院的可能性是接种疫苗患者的17倍 死亡的可能性是接种疫苗患者的20倍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推动疫苗加强针的接种 他说我们有99%的线都处于高传播的状态 请在公共室内环境中佩戴口罩 根据瓦伦斯基周三的报告 在周一新增确诊达到100万例以后 美国的7天平均每日新增病例达到了49.17万例 同时7天平均每日新增住院人数要比前一周增加63% 达到大约14800人 死亡人数上升了5% 达到平均每天1200人 达到平均每日新增病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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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